司马光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政治家 他博学多才 主持编写了资质通鉴 司马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学问呢 下面我们就要讲一个他和整个的故事 大家准备好了吗 我要数了 一 二 三 有 跑了 跑了就掉钢里了 救命 他怎么爬上去的呢 我怎么爬不上去啊 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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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就是 来不及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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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大牛 大牛 先生 你怎么在这儿 对了 水缸是谁砸的 是弟弟砸的 司马光是你砸的 真聪明 多亏了你呀 昆眠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昆眠不觉晓 处处闻体鸟 司马光 你也春眠不觉晓了 他就像个瞌睡虫 总是睡不醒 水天就是容易翻过 春困秋乏 下打盹 睡不醒的冬三月 你说这一年你迟到多少次了 我也听不清了 有点小聪明就放松学习了 再敢迟到 就把他背三手糖尸外加一篇古文 听到了吗 司马光 去 出去背 这么多 先生 我都被坏了 司马光 你最喜欢干什么 我最喜欢早上睡懒觉 还有读书 那长大以后呢 那当然是参加科举考试 考个庄园什么的 然后还要写书 叫以后的人都读我写的书 可是你早上睡懒觉 平时有贪玩 怎么可能做到呢 我聪明啊 只凭借聪明就可以吗 古往今来有多少神童 最后还不是默默无闻 你听说过江郎才进的故事吗 江郎才进 古时候有一个叫江烟的神童 读过很多书 写诗作文十分有名 但是出名之后却骄傲自满 整日只是游玩应酬 写的文章也越来越差 慢慢的没有人欣赏他了 只留下江郎才进的故事 我可不要当江郎 那首先就要做到不迟到 还要努力读书 一寸光阴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呢 那我以后再也不贪儿贪睡了 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 你可要说话算话呀 老师对你的期望值很高啊 您放心吧 弟弟 弟弟 弟弟快点 要不要迟到了 糟糕 又睡过头了 你多大了 还尿虫 我怕又睡懒觉 就喝了好多水 本想早晨 背尿憋醒 没想到又又 怎么惨重让自己不睡懒觉呢 四八光 放了学还不回家啊 元丁伯伯 我再看一会儿就回去 嗯 就是个用功的孩子啊 喵 喵 好疼啊 对了 元丁伯伯 元丁伯伯 帮我一个忙 行吗 一年以后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毕贤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事 你今天又是第一个来的 作业都做完了 作业做完了 另外我还写了几首诗 请先生指教 昨天我讲的课文都背熟了 背熟了 我正在预计今天要讲的课文呢 学生留步 回家后不要贪玩 要用心完成作业 以前啊 司马光经常迟到 最近不仅不迟到了 还总是第一个来 而且字写的最好 书背的最多 你们都要向他学习啊 司马光 你是怎么克服爱睡懒觉的毛病的 我有一个秘密武器 什么秘密武器啊 什么秘密武器啊 你们等着 这是什么 这是我请元丁伯伯做的睡枕 有了它 我早上翻身的时候 木枕头滚开 脑袋碰到床板就会惊醒了 你们随我到书房来 你它当枕头 一帮帮的多难受啊 虽然不舒服 但用它 我再没有睡过懒觉 看来这枕头的功劳真是不小啊 看你秦风苦学 越来越懂事 我也感到很欣慰啊 掩饰下去必成打击 警诊 这个警诊会实时警示你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之际在于晨要珍惜时光勤奋学习啊 司马光依靠警诊 成功的克服了爱睡懒觉的坏毛病 15岁时就读完家里的万卷藏书 真正做到了读